基隆市长谢果良亲自接待这个首度来基隆的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多位学者 双方互在伴手里开心的合照留念 记录这个难得的画面 很高兴史丹佛大学的Hoover Institute 就是胡佛研究所研究中心 今天有些学者能够来互访 那其实我们在很多治理上面的议题 跟这个湾区就是旧金山地区 其实有很多共同之处 比如说我们共同有海湾 那我们在整治海洋环保 同时无家者据我了解 也是北加州南加州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我们基隆在处理无家者的问题上 从我就任以后我认为有一些改善 那我们交换意见 大家一起讨论未来如何进行 另外我也想跟他们请议 因为史坦佛是一个很好的美国大学 未来如果我们的教育机构 跟我们的学子 未来在初高中的学习历程 如果能够跟好的美国的顶尖大学 有一些连结 或者是有一些共同的未来的 学术方面的一个交流合作 我觉得也是可以提升基隆的国际能见度 并且让孩子们能够有更多的国际视野 一个很好的接触的对象 据了解这次参访的胡佛研究所团队 除了来到台北跟基隆外 团员们也会拜访金门跟高雄 同行的成员对于海事安全很有兴趣 期待双方未来能进行多元及广泛的交流 从而提出更多思考面向与解决方向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